原标题,对美军失去信心,叛军在俄续军事威慑下纷纷投降,紧张撤出武器,去俄罗斯卫星。 同讯社10月8日报导,俄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维尔西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俄罗斯和土耳其已经确定了叙利亚伊德里布省非军事区的连接,并且将在10月15日前沿着武装反对派和政府军在伊德里布省的接触性建立宽15到20公里非军事区,让武装贝子从该区域撤离。 所有反对派武装的重型武器,坦克,火炮,砍击炮都将在10日之前撤出。 事实上,此次美俄在叙利亚地区已经分得胜负,叙利亚七年内战,本孔战争胜利在即。 在叙利亚政府军的进攻,向和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下,伊德里布数万名叛军基本已经无力反抗,众多叛军脚枪投降。 在博弈即将问出胜负的时候,美军是出了最后一招,用乌克兰来牵制俄罗斯,利用乌克里米亚半岛矛盾焦点,想让两国的局势加剧。 但是这老套的招式并没有效果,据法新社8日报道,伊德里布叛军在面对强大的俄罗斯面前,几乎对美国失去了信心。 美军能够给叛军提供的仅仅是武器支持和情报消息,仅仅能够起到辅助作用。 在俄罗斯联合进攻下,美国的帮助效果是十分有限的,并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,同时美军给的承诺十分难以兑现。 在面对俄罗斯强势之力下,众多叛军已经产生了恐惧情绪并脚腔投降。 据半岛电视台7日报道,土耳其支持的上万名叛军,已经接受了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要求投降了。 在伊德里布省被围困的一些叛军,也选择投降撤离,并且撤出重型武器,为最后全面撤出做准备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伊德里布一些旅,已经将炮大克士兵运输车撤离,并且还有众多叛军武装,正在积极和俄吐作撤离谈判,薛利亚胜利再报。 伊德里布叛军选择投降和撤离,是最正确的选择,因为在俄军的强大军事下,叛军不可能取得胜算,去军事专家奔西,俄罗斯此次将不战而胜,使用和平方式让叛军撤离。 这当然是美军最不想看到的,然而美军再利用乌克来做最后的挣扎,在叙利亚道是一定的情况下,美军干涉只是徒劳。 接下来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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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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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